hello happy sunday 今天這周是感恩節的long weekend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朋友家吃飯 白天現在我有一些時間可以來錄個影片 本來想說不知道要錄什麼 然後我想說來分享一下我幫Mira培養的習慣好了 然後我剛剛在烤派 因為他們已經買了turkey 所以我就烤了個蘋果派去 喔 要一起錄影片嗎 hello Mira 好 第一個呢就是讓他睡前整理遊戲區 好棒 我們再放回去 就是真的一睡兩個月就開始跟他講的事情 就是他的遊戲區他就要自己整理 然後所有東西要物歸原位 這樣才能就是上去就是刷牙然後睡覺 他一醒來的時候呢就是遊戲區就是乾淨的 然後去上學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想給他兩個概念 第一個是他的自己東西要自己整理 所以就是我想給他兩個概念 那第二個呢就是他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必須要物歸原位 第二個呢是剃牙 那剃牙呢就是 我是因為我們有一個美女牙醫的朋友 他跟我說了我才知道就是原來 一歲的小朋友也是需要剃牙的 所以我們去圖符 給他圖符之後呢 他就給我們牙線 然後我就嘗試幫Mira用 再來呢就是丟垃圾啦 那剃完牙的牙線呢 我就會請他丟垃圾 然後每次換尿布尿布我會請他丟垃圾 然後再來呢是 他們現在這個年紀 真的很喜歡從地上撿的東西 我會說你要丟垃圾桶 或者是給爸爸媽媽 就是不要讓他吃掉這樣子 吃完飯洗手 然後爸爸給他擦手指 他擦完之後 他也會自己拿去垃圾桶丟了 這個是他自主 我們後來發現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so proud of her 他剛睡醒 然後再來呢是擦地板 那擦地板這個是因為我給他買了 就是小朋友的清潔的套組 應該這樣講 然後爸爸在拖地的時候 或是洗地的時候 他就會跟在後面 也想要一起就是拖地這樣子 雖然他就是隨便亂拖 不知道在拖什麼 可是就是我覺得讓他感受到 就是這個家是大喜維護的 然後再來是洗碗機 就是我們都會用洗碗機洗碗嘛 那他在去daycare 他15個月去daycare的 所以在去daycare之前 他就會幫忙把洗碗機裡面的碗拿出來 那他去上學之後其實就比較少了 因為洗碗機要洗3個小時嘛 所以晚餐吃完之後可能就10點了 他可能就已經睡覺了 所以他現在是比較少會做這件事情了 但是我做這個的契機是因為就是我發現 因為洗碗機比較矮嘛 所以他就會很容易去拿洗碗機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玉琦跟他說你不要拿不要拿 那道部就是請他把碗拿給我 然後他也從中得到樂趣 今天我今天做potato 因為今天改安節嘛 然後他其實就是一直要討包包這樣子 那我就用那個catch and helper 讓他站在上面 然後他就跟我一起做potato 我就切了potato之後 就讓他把potato放到烤盤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算是 看他去探索什麼事物 然後你給他一個 他可以做的一些工作吧 再來呢就是他讓他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他其實在一歲以前 剛出生在保母家的時候 其實保母就已經有教他就是要自己擦鼻涕 那一直到15個月去daycare之後 daycare有跟我們說他們會要求小朋友 他們自己擦鼻涕或自己擦嘴巴 所以本來都幫他擦嘴巴了 因為這樣比較快也比較乾淨嘛 但後來就覺得說如果要跟daycare一起 讓他穩定成長的話 我覺得家長就是也要 也要一起做吧 所以現在我們就讓他自己擦嘴巴擦鼻涕 然後洗手完之後擦手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培養他自己玩 那就是我覺得這比較像是培養他 怎麼跟自己獨處 那就跟他自己是他的嬰兒床 跟他自己房間一樣 他起來的時候他可能就自己玩 然後跟自己獨處 可能沒事做可能就玩完棉被啊 然後看看看看房間這樣子 我會跟他一起就是我看書 然後我跟他說欸媽媽現在看書喔 然後他就會自己去玩他自己的東西 因為我發現就是我看書的時候他就會去看書 如果我看手機的話其實他就會很想要看手機 那等一下這個會screen time的時候會說 那我覺得如果他就是不想自己獨處 就像他現在他現在是剛睡起來 然後他不想要自己獨處 其實我覺得就不要去免想他們 就是不要讓他覺得好像爸爸媽媽把我推開 然後我就是必須要自己一個人 就是我覺得還是要看他的需求 然後你再適當的就是做調整這樣子 那他想黏的時候就讓他黏就是培養他的安全感 我覺得他有比較多安全感之後 他也會喜歡或者是嘗試自己去獨處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我看RE這本書之後呢 他有講說要跟小孩說時間觀念 時間觀念其實第一個是跟他們講說 因為他們還不懂這個時間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慢慢引進這個概念 那第二個呢是我覺得像他有一個緩衝時間 那就像是說 例如說我們在公園玩Playground 那可能我們要回家了 我說Mira我們要回家嗎 他就啊我不要回家 你要回家了 那我就跟他說OKMira 那我們再玩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我們就要回家了 那我就會真的等到五分鐘 我跟他說好五分鐘到了 我們現在要回家了 這樣子媽媽一次一次的下來 她就會知道說有這個時間的觀念 那再來呢就是像今天 Thanksgiving 我們要去朋友家吃飯 那大概三天前我就跟他說 喔今天是Friday 明天是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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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Friday的時候是我們要去阿姨家吃飯 那我們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啊 就讓他對一個 我覺得讓他是對一個假期他們會有一種期待 他超愛跟小孩玩的 然後再來是No Scream Time 其實一開始Scream Time 可能我在想說可能是因為視力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眼睛發育還沒有到非常非常好 但是R1上面有寫說 Scream Time它主要呢 它是比較是被動式娛樂和高刺激娛樂 所以我們大腦是已經長好了 他們大腦還在成長 所以他們現在的工作應該是要去探索世界 跟去思考一些事情跟學習 如果一直是被動式的娛樂的話 他們主動性可能就會降低 而且一直在高刺激的娛樂下面 他們就會很容易覺得無聊 他們可能以前看書拼圖覺得很好玩 那可能習慣了看螢幕之後看電視之後 他們對於娛樂的刺激要求就會越來越來越高 那也會越來越難滿足 然後再來呢是他大概一歲五個月 我幫他培養的習慣 來Mira 我們來去介紹一下你的Kitchen 這個就是我幫他用的一個IKEA的Kitchen 然後他這個本來是遊戲 就是拿來當遊戲玩的 可是我把它改造成一個Functional的 OK Exactly 是爸爸改造的 然後上面呢就是給大家放一些餐具 他的杯子 然後還有砧板 那這砧板是真的可以用的砧板 然後這裡面呢我就有放一些他的刀具 跟這個是用水煮蛋跟Banana Strawberry都非常好 然後再來這是Mira洗手的地方 這個就是按下去之後 他就可以洗手了 在YouTube上面有超多 超多爸爸媽媽在介紹這個的 就是Amazon可以買超方便 然後給他放個洗手乳 來 洗手 來 換手 再來呢這個就是Mira放碗的地方喔 是Mira放碗的地方對不對 他每次就是要吃飯的時候 我就會請他拿出來 好Mira我們要吃午餐了 你把你的兜兜 兜兜 碗盤 墊子拿出來 我們要吃飯囉 然後他可能一次沒辦法拿那麼多 我可能就會幫他拿 圍兜兜 好Mira關門 關門 好我們去吃飯走 去客廳 好我幫你放喔 來 謝謝你 謝謝 然後他現在已經會自己爬上餐椅了 就是他肚子餓的時候其實他就會自己爬上去了 好兜兜 喵喵 喵喵對不對 喵喵 好我們喵喵喵 再來呢就是在我們的浴室裡面 我給他放了一個他自己的station 那station上面我給他放了他的divers 還有他就是浴室的 他洗澡時候的玩具 然後 我會請他就是每次洗澡跟洗澡完之後 就自己拿進去跟自己拿出來 因為現在天氣還OK 但是可能比較冷的話我就會幫他拿 你不吃嗎 你要吃什麼 你要吃什麼你要肉肉嗎 來自己吃 因為daycare的關係 然後我發現啊 就有一次我帶他在外面騎車 然後騎車呢 我們回來之後他開始坐在地上 然後坐在地上他就是開始自己脫鞋子 我還滿surprise他自己就是開始 嘗試著自己脫鞋 所以他很不會就是 他把就是一直踢踢踢 然後他終於脫下來之後 他把襪子脫下來 然後放到那個鞋子裡面 那因為現在在家裡嘛 我就跟他說 欸你把脫下來襪子放到洗衣機裡面 才教一次喔 他之後每一次脫鞋 他都會把襪子放在洗衣機裡面 謝謝 謝謝 OK 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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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OK Let's go Do you like the yellow one? 你還是要這個喔 這個不錯喔 那才昨天吧 因為我才剛洗完衣服嘛 所以我就把它拿到房間 然後我們的髒衣服就先放在地上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在折衣服 然後我就跟Mira說 Mira你把那個髒衣服的籃子拿到浴室裡面 然後你把那個髒衣服放到籃子裡面 結果他就把全家的髒衣服 就全部都放到洗衣籃裡面了 就是我覺得蠻驚訝 然後再來呢就是他把洗衣籃就是物歸原味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說他 他會把他學到的東西都套用在他之後要做的事情上面 好現在就大概這樣子啦 那這是我們的餐廳嘛 然後現在廚房有點亂 因為今天要出門 然後我剛還在cooking 那這就是我們的living room 這邊本來應該會放電視的 可是因為我們就是no screen time 所以我們就把電視放在media room 那之後有room tour再來分享 然後現在對然後就是家裡都還是空的 因為家具可能還要很久才會到 現在門口都還是一團糟 每天都有包裹 然後每天要拆包裹 然後整理東西這樣子 那等之後大概要半年多吧 才能就是帶你們room tour跟你們分享 我們買新房子的喜悅 好那這樣啦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Mira 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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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